长年期 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读到 连耶稣的亲人也相信别人说的耶稣是疯子 要出来抓住他制止他的行为 从一开始老人西莫昂就预言耶稣将成为反对的记号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宣讲悔改的福音 目的是拯救罪人 但不接受他的讯息的人会反对他的 然而即便有反对甚至迫害 耶稣还是虽千万人 无枉以这样不识实物的人 在世人眼中当然是一个疯子 谁会愚蠢到用自己的血换取罪人甚至仇人的救赎的 读经一 而且耶稣只是一个那扎类乡下地方的穷木匠 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 在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眼中 他就是瞎子领瞎子 不是吗 跟随他的不也都是一群无知无实的打鱼的 受到不熟悉自己的人的反对 已经是够难过的了 受到自己的亲戚朋友的反对 那更是情何以堪 但耶稣预知自己给世人带来的不是和平 而是分裂甚至是家庭中的分裂 马十章三十五节 因为每一个人面对耶稣都要做一个选择 接受或拒绝 没有骑墙派的 很多人会因为面子或别人的想法看法而妥协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 不少年轻人也容易因为来自同伴的压力而放弃了父母传给的信仰 甚至掉进了毒品 性解放的火坑 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不容易 是要走霞门 但是是一条通往永生的霞门 然而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是独自走这条信仰的霞门的 我们一起祈祷吧 主耶稣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宠去做一个好的选择 也许若我们这一个正确的选择会得到在世上百倍的赏报 并且享受永生